由越南驻马来西亚大使馆与越南劳动荣军社会部配合举办的家乡的歌声文艺晚会 刚在马来西亚宾城州隆重举行 这是越南艺人为在马来西亚的越南劳动者举办的富有意义的活动 目前有800名越南工人正在马来西亚艺达繁殖场生活和工作 占槟城州越南劳动者总数的三分之一 家乡的歌声文艺晚会吸引了众多越南人的参与 公司也为越南工人及其他国籍的工人参加该晚会提供便利条件 在晚会举办的前一个星期 我已通知给各部门和工人们 我也派人到现场通知 记下参加者名单 免费提供点心安排车资接送工人到表演现场 得到通知后我说我一定参加晚会 这是给越南人表演的晚会 我很高兴 虽然我听不懂歌词 但还是觉得很高兴 我们有很多越南朋友 可以听到越南歌声觉得很好听 也很兴奋 确保工人的安全并关心他们的精神生活 这是越南驻马大使馆的重点工作之一 除了工人物质生活之外 精神生活质量也是我们很关心的问题 这是我们第三次举办较大规模 并吸引大量工人参加的活动 经过两个小时的演出时间 文艺晚会已给越南工人们留下许多感触 让他们再次拥有对家乡祖国的美好记忆 感谢观看